你看這個 下面看他在出兵 要在廟會會看到 有沒有像菊花台裡面電影演的那個 每個動作每個細節要做的 非常仔細 黃泉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下午我們頻道上有一支 海外媒體專訪我的影片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這支影片 包含了我的侵入歷程等等要講的主題 可能對一些人來說比較乏味 但我認為我接下來要分享的事情 對台灣人認清現在的國際局勢 以及未來的路線陣營選擇有非常大的關係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最後 那最近中國在西安舉辦了中亞峰會 參加的國家有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等國 這些都是前蘇聯的加盟國 簡單來說就是他罷國在中亞的小弟 而基本上也是在同時間 以西方為首的G7在日本也展開了會議 這次不僅有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英國、美國等 基本的成員國在裡面之外 還邀請到了韓國總統跟澤連斯基 那在我現在拍攝這條影片得到的資料是說 澤連斯基正在搭飛機前往日本的途中 預計傍晚會到日本 那或許有人說這兩件事跟台灣沒有關係吧 錯了關係非常大 這是時代陣營選擇的分水嶺 有一些台灣人還秉持著 我們不要做所謂中美的棋子之類的話 我們要左右逢源 我們要兩邊拿好處 我想說的是此一時彼此 以前這個政策到現在是不可行的 因為現在戰爭可能隨時到來已經迫在眉睫了 台灣作為始祖之一 我們沒有資格向其他國家搖擺 其他國家為什麼可以搖擺 為什麼可以左右逢源一下 因為戰場不是發生在他們國家身上 所以他們可以左右搖擺 今天戰場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還左右搖擺 跟敵人在左右搖擺 這非常危險 國民黨以前在中國大陸的時候 就是一直這樣 一下要繳一下又不繳 一下要彈一下要不彈 一下好一下要不好 最後輪到什麼下場 你們信到不宣吧 但你說今天一個要被敵國侵略的國家 還在跟敵對與盟友之間左右逢源 你不是笑掉盟友的大牙嗎 事實上根據我們中華民國主權定義 我們早就被侵略了 那先說中國方面的好了 中國這次找的都是他爸國的小弟 很明顯就是為了安撫他們 規劃好他爸國戰後秩序 與權力的重新分配 畢竟這些國家離中國非常近 他爸國一旦失敗 許多的權力跟秩序會失控 那這些國家又在經濟崛起的過程中 一旦被西方勢力拉攏 會對中國造成更多不必要的軍事威脅 於是聖上又花了中國人民的納稅錢 共260多億元融資跟幫助中亞地區 最後會不會變成像非洲十四國那樣 無惜免還 連本金都不用還 不得而知啦 雖然明面上是討論如何擴大中國與中亞之間的 汽油貿易阿或是這個天然氣阿 那作為補償中國會幫忙加強這個 你們中亞地區的國防建設阿 而且我們要一起反對外部勢力 我們要建設產業投資交通農業等等 還有應急的對話機制 那我們從裡面可以很明顯發現 最主要的目的也是鞏固吉拉隆他爸國 失敗後西方勢力將全面圍堵中共 所以聖上在中國做的各種政策 道行逆施 以及在中亞找盟友都是為了與西方脫鉤 並且大力的推廣人民幣來做解款 那中國目前已經投資了數十億美元在這個中亞的建設上 那作為交換條件阿 這些中亞要給中國很多天然氣或是石油 這也是確保一旦中國與台美發生衝突阿 我可以有戰備的油礦需求 我不會被西方制裁 我也不怕西方制裁 而從另外一個方向來看阿 現在歐洲很多國家都在擬定戰後阿 要跟俄羅斯賠款 現在在找一些證據 準備在一兩年後跟這個他爸國賠款 那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大家要做這個動作 而我們可以看到這次中亞峰會的牌場阿 真的是蠻笑死我的齁 完全是集權天朝上國的概念 給小粉紅一種萬國來朝的空前盛世 讓小粉紅更加相信聖上帶領著中國偉大復興夢 接著看下去還有這個 你看 你看 你看這個 下面他在出兵 你看他在廟會會看到 出兵場了會看到 還有你看這個 哇 有沒有像菊花台裡面電影演的那個 每個動作每個細節都做得非常仔細 黃泉耶 你看連抽紙巾的角度都有考究的 這是什麼啦 這是什麼啦 王林辰是嗎 這個服裝也是 就是從第一支影片看到這支影片 會發現裡面的服裝 這個國家之間也都是錯亂 我們在裡面可以看到 大唐帝國的服裝 還有漢帝國的服裝 還有大明帝國的服裝 還有宋國的服裝 然後呢 這個訪問的人說 這是以漢族我們中華民族 所以我就說了嘛 中華民族就是一個幌子 它只是以漢本位為主的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 本就不該存在 它是一個偽概念 而我們講一個最實際的概念 大唐文化 包括它的建築物風格 包含它的禮節 包含它的這個服裝風格 現在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最像 日本 那韓國反而是保留的大宋跟大明的文化 還有大明的服裝 這個沒有時間細講 反正就是這樣 還有看這張圖片 吃個飯 排場跟古代皇帝一樣 反觀G7峰會 小小的圓桌會議 當然也有排場 一定要排場 但是這個排場 並沒有像中國這樣 過多的浪費以及鋪陳 越缺什麼 越想展示什麼 我們再來說到這個G7 這次G7在日本廣島舉行 這七個國家領導人 討論的主要題目 其中一題就是 包含如何應對中國日益強硬的姿態 跟我們要如何防範 甚至是 中國如果碰了紅線 我們要怎麼瓦解它 而這次還邀請了非會員國的八個國家 像是澳洲、巴西、印度、印米、韓國、越南 還有烏克蘭 那我們很明顯可以發現 G7跟中亞峰會 就是陣營的選擇 中國也要跟西方講說 我也有一個陣營 我也有一個所謂的組織 可以跟你們抗衡 但是我們從戰略地位 跟這些國家的人均 還有總GDP來看 就知道該選哪個了 包含他們的體制 整個印太戰略國家 都加入美國為首的G7陣營 包含是共產黨政府的越南 也加入了美國為首的陣營 你們不要以為越南跟中共關係好像很好 因為畢竟都是共產黨 這兩國可是在領海上一直都有衝突與爭議的 而中國這個土地上的國家 只要它夠強大了 它一定會去打越南 我們從中國這邊土地的五千年歷史 你們自己去翻 幾次打越南打不下 但它有做這個打的動作對吧 印度、越南等國 在邁向取代中國代工廠的產業道路上進行 而中國還沒有做好代工廠大量撤廠的產業轉型與規劃 因為中國本身就不是因為產業升級了而導致代工廠搬遷了 而是因為中共的荒謬政策導致很多外商漸漸轉單 是政治原因造成的 雖然菲律賓這次沒有參加 但菲律賓跟美國的關係 大家應該不需要我再解釋了 那印太局勢越來越升溫 我們也可以從前幾個月的日韓領導人雙方見面 這已經算是近幾年的破天荒了 他們為了什麼原因而這樣做 而這次也讓韓國一起來開會 那就是已經確定了 未來印太地區有衝突 我們應該要站在哪一邊來對抗中共 那這次也邀請了遠在天邊的烏克蘭 為什麼 也是我剛剛談到的 如何分配他罷國與其勢力和烏克蘭戰後的情勢 現在烏克蘭大反攻大部分都是取得勝利啦 還多是用比較舊款的愛國者飛彈 成功攔截住他罷國六枚以以為傲的超音速飛彈 那這可不僅僅是打了他罷國的臉 還打了中共的臉 你看喔 他罷國天天吹自己武器多牛逼對不對 我拿出了一個第一名的武器 結果實戰被美國的舊款武器給攔截住 這人家美國還沒拿出最頂端的 隨便派一個雜兵就把你以以為傲的第一名打敗了 那你說多丟臉啊 那你說中共驕傲的東風飛彈系列 有可能比他罷國的超音速飛彈還厲害嗎 並沒有吧 而中共的武器也沒有經過實戰檢驗 但是美國的武器有經過實戰檢驗 台灣也是用美國的武器 而最近一次的實戰檢驗就是我剛剛講的 舊款的愛國者飛彈攔截住了他罷國第一名的飛彈 這確實打臉了他罷國與他兒子中共的臉嘛 上次找我吵架的廈門小粉紅還在那邊 50米飛彈炸下去炸下去炸下去你們台灣人都全部都S了 目前看來啊 就是二戰時期的軸心國跟同盟國之間的選擇 或是蘇美冷戰期間的北約跟華約陣營的選擇 再說一次啊 台灣沒有資格跟本錢兩邊陣營遊走 因為台灣自己是氏族嘛 日本美國澳洲韓國那些是其次或是其三 你自己看嘛 應該沒有這種道理 譬如說你今天被胖虎欺負了 然後老師跟其他同學也站出來要支持你啊 因為可能你被欺負倒了 會轉過來欺負老師或是欺負其他同學嘛 對吧 那這些其他同學在討論是說 我們要如何讓胖虎不敢揍你 但如果我們的賀主沒有用他揍你的時候 我們能怎麼幫你 結果這個時候你自己挑出來跟你的盟友說 不好意思我要左右逢遠我要兩邊遊走 呃不一定耶 我有時候覺得被他打還蠻享受的 他又不一定會打我 欸你不要打我喔 他們可能會幫我喔 我跟你講你搞到這樣雙面人 沒有人要幫你了 你就活該被打吧 對不對 我問你各位嘛 如果你今天聽到一個我剛剛舉例的 被欺負的人或被霸凌的人 這樣跟你講 而你可能是想幫他的 你做回感想 聽完要幫的那個薪資都沒有了 喔 你死後阿 你活該被胖虎打 打死最好啦 對不對 我也會這麼想 所以不要再拿那些 藉口來掩飾自己的膽小無能 明年台灣的總統大選外交路線 該怎麼選 大家自己多分析看看吧 今天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89 下次見啦 掰掰